踏浪踏浪吉月岛主题曲《吉月嘉年华》 运用沙林、铁琴、木琴等充满流动感的乐器 创造出海浪拍打在沙滩上的韵律感 踏浪踏浪吉月岛故事由最受欢迎的斗甲宝宝豆雷咪 开启一场在吉月岛的冒险之旅 透过不同风格的编曲和配器与现场互动 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接触并认识音乐的多样性 这一次呢为什么叫踏浪踏浪吉月岛 其实呢从这个剧名里面听到踏浪踏浪 其实它是一个撞声词 我们知道很多声音呢它是有节奏的 那很多音色呢跟声音节奏串联 它就打吉月的魅力 所以我们希望藉由海浪拍打 踏浪踏浪踏浪 这样的感受呢来引领整一个剧本的贯穿 所以呢一开始我们知道 我们刚才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我们音乐会的序曲 一开始我从聆听开始 让大家感受到在海边即将出发的感受 进而用戏剧的贯穿 用舞动的引导和舞蹈的设计 让整个好听好看又好玩的音乐会 可以出现给观众朋友们 那这一次呢吉月岛我们一共呢会大家认识三个吉月岛员 第一个岛呢叫做森林岛 我们既有森林岛里面有很多用大吉月来模仿大自然的声音 其中我们还会认识到一个乐器叫做乌渡 那乌渡呢其实我们之前在吉月剧场泥巴里面 已经有跟各位同伴们介绍过了 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第一次将孤独这个乐器呢 放在儿童音乐会里面 所以既有诙谐巧妙的安排 让小朋友用很轻松的方式来认识这个很特别的乐器 第二个岛员呢叫做花花岛 我们知道花的形态它有很多种颜色 很多种不同的一个样貌 所以旧花这样的五彩必分的感受呢 转换成我们的打吉月的语言 然后呢用我们的比较高超的技巧 或是炫气的装饰奏 只有这样的曲目安排 让很多观众很多小朋友去感受到 哇打吉月通过技巧展现这样子的演奏魅力 第三个岛屿叫做派对岛 我们知道开派对大家感受是开心的 藉由音乐藉由肢体来做律动 一直在派对岛里面 我们设计了很多互动的桥段 希望藉由大家的肢体律动 带着小朋友一下子去打吉月 那今年我们疫情慢慢结封之后呢 我们呢也在演出的过程中 我们特别加入了许多的互动桥段 以往的经验 我们都把唱跳的耐动曲 放在下半场的几首 这一次呢我们从头到尾 巧妙的把互动的环节 安插在每一首的乐曲当中 让小朋友能借由律动 借由肢体的展现 让他能够专注在我们的表演里面 刚刚演奏的曲子是主题曲 是齐悦加年华 那曲折开场就像是一个蓝天白云 就是豆角宝宝跟好朋友们一起 很期待就是准备要上船 跟着就是大家兴趣好友 爱在海上就是 就是 乘风破浪这样子 就是有一些譬如说像高音木琴啊 有一些像海鸥的音型 就是我心中想象的海鸥的音型 或者是像中情的滑音 就很像是浪花拍打 拍打在船上的感觉 那在里面有用了非常多不良的音色 例如说有使用的玻璃瓶 还有就是拧声乐器 还有一些像是祖先 刚刚有一段就是祖先缠在棒子上面 就很像是在翻草丛 就是因为他们到 不知道我岛上嘛 他们很像在帮他们翻那些草丛啊 或者是树叶啪啦啪啦的声音 所以听起来就很像 让大家会觉得生力其境的感觉 那最后面的 最后一个旋律是派对岛的旋律 那就可以跟着就是豆甲宝宝 还有岛民们一起开派对 艺术总监朱中庆表示 豆甲宝宝儿童音乐会 从1988年举办第一场至今 就是专为儿童打造的音乐会 希望透过打吉乐 让小朋友爱上表演艺术 非常开心 1.1度的奥同音乐会又要开始了 我们从1988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迈入35年了 每年我们都有很多的创新的节目 当然我们希望借着音乐 来带领小朋友进入艺术生活 让他们带入这个剧场的一个欣赏 那么在这些演出里面 当然这些是《踏浪踏浪》 《吉野岛》就是每年都有主题 那这年的主题大概是以海浪 以海洋 以岛上为主的东西 当然所有的主题是音乐的选择 以及剧本之间的互动 一直到演出者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 那么我想从《吉野岛》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音乐 包括声音 包括乐器转变 包括人跟人的互动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会 2023豆甲宝宝儿童音乐会 踏浪踏浪吉月岛 8月19号起连续三个月 将在全台九个县市展开28场巡演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跟着豆甲宝宝 来趟清凉消暑的奇幻冒险之旅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